什么叫猴子 2012年 成龙用电影作为载体 帮国家找回了失散多年的珍贵文物圆明圆寿手 当初这寿手拍卖世界闹得沸沸扬扬 他经过七年筹备 一年拍摄 推出了电影《十二生肖》 这是成龙再向全世界表态 拍《十二生肖》的时候我就说过 我希望拍完《十二生肖》 有良知的人 可以把一些火宝还回 结果 拍完《十二生肖》到今天已经还回来了 好像死了 中国文物就应该回到中国 电影上映后的第二年 法国豪曼·皮诺家族似乎读懂了成龙的用心良苦 他们向中国规划了流落在外的两座圆明圆寿手 作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华人巨星 成龙始终保有一份热情留给国家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赤子之心 今天咱来聊聊电影《十二生肖》的幕后故事 全景开放 不允许进入的孔带博物馆 也破裂让成龙拍摄了几个镜头 但这还远远不够 成龙凭借三寸不烂之舌 借来了国宝及文物当道具 他在片中踩的椅子 就是路易十六的座椅 拿文物当道具 这就是成龙电影的威力 《十二生肖》这个故事非常简单 成龙扮演的神偷呢 为了前寻找流落海外的最后四个兽手 在一行人经历波折之后 成龙良心发现 将兽手回归祖国 但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 却让成龙筹备了七年的时间 因为呢 他要回归初心 让《十二生肖》拍出几十年前 成龙动作电影的精彩 谁能想到 这段看似简单的动作戏 居然直接影响了成龙之后的演艺生涯 在拍摄《十二生肖》这场戏的时候 成龙身上的威亚突然断裂 他与画幻一起摔在地上 画幻边缘刻在了成龙腰部 他躺在地上三分钟都没站起来 后来成龙就说 那是很漫长的三分钟 他必须得承认自己老了 而《十二生肖》也该作为一个阶段的结束了 从那之后成龙还会出现在荧幕上 不过他再也没拍过这样高难度的特技动作 除此之外呢 《十二生肖》中还有一个很烧钱的动作 那就是成龙在电影里穿着轮滑衣一路飞时的片段 为了拍这场戏 成龙耗了七千多万 历时一个半月才终于完成 最初很多人都劝成龙说找个替身来拍吧 大哥的回答只有两个字 拼吧 与其说要《十二生肖》是一部商业大片 倒不如说这是承载了家国情怀的动作剧 于是成龙扮演的国际大道在利益面前选择了民族底线 他带领一行人护送国宝回到祖国 虽说有些细节不太符合逻辑 但成龙的赤子之心却处处彰显 《十二生肖》的电影发布会在 《鸟巢》召开 《鸟巢》特意为成龙装饰了一处龙梯 这是多少顶流梦寐以求的待遇 而成龙也值得这种待遇 他在发布会捐出了《十二生肖》中的重要道具青铜兽手 这是成龙花费重金请48位工匠 历时三年打造而成 送了一套给鸟巢 那我自己会留一套 在拍摄《十二生肖》时 成龙请了很多大牌明星来客串 例如舒奇 李宗盛 吴彦祖等 其中电影的旁白是江文说的 而片中最难请的演员 要数成龙的妻子林凤娇了 他跟成龙结婚以后 三十多年没有演过戏了 这一秒钟的客串镜头 也是成龙求了一年 又是买花又是卖惨的 这才答应了他不露脸出演 但是后来成龙借世袭为优 偷偷让摄影师拍了林凤娇的正面 最后放在了影片中 这部《西成龙》不仅是主演 而且还是导演 出品人 总监制 编剧 武术指导 灯光等十五个职务 可以说大哥那真是身兼术实 正因为成龙拍这部电影的专业性 也为吉尼斯世界纪录评媒电影中 担任职务最多的电影人 另外 成龙拍摄了上百部电影 亲自完成了很多搏命镜头 也为吉尼斯世界纪录 评媒表演特技最多的演员 这是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首个祸死殊荣的华语电影人 这部影片投资将近三亿人民币 可以说是一部大制作 其中一场动作戏的拍摄就花了将近七千多万 成龙为了追求实景拍摄 更是坚决不用绿幕抠图 电影《十二生效》中 张兰心用腿取钥匙的镜头令人记忆深刻 其实这个动作是成龙大哥对他进行专门特训 亲自参与指导 目的就是为了让观众眼前一亮 记住这个女演员 在筹拍《十二生效》时 成龙让剧作找一个女演员 要求一米七以上 穿着高跟鞋也能正常做匹刹动作的 剧组用了很多超能力也没有找到 最后还是成龙大哥发现了这个大长腿 张兰心曾经是跆拳道运动员 所以做匹刹动作那是小菜一碟 他也问过成龙大哥 为什么非得用腿取钥匙呢 用手不行嘛 成龙告诉他 你没什么名气 戏份又不多 所以想要让观众记住你 只能用一个特别的动作方式 电影上映后 也不出大哥所料 这个动作也让大家记住了张兰心 成龙拍戏有多危险 上个厕所都要带杆枪 我去那个地方上厕所 没得拿杆枪 在拍摄12生效时 剧组到非洲的郊外取景 这可不是我们常见的乡村郊外 是真的荒芜人烟 野兽遍地索 剧组的两只羊都被豹子叼走了 就在这时 成龙突然响大号 但是最近的厕所开车都要走半个小时 大半夜的来回也不方便 成龙只能左手拿着手电筒 右手带着枪 身后还跟着撒保镖去拉屎 我打得多辛苦 不全蹲的半蹲的 还要拿杆枪 我又怕枪走火 这个拿个电筒这样 老赵 上个厕所还要防备猛兽偷袭 这种遭遇确实是绝无仅有了 不过成龙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尽快在城里被猛兽咬了 我一转身他咬我屁股 屁股咬了一股 害我打得五十针的 电影中成龙大哥跑进迷宫 被杜宾犬追的画面 简直看一次笑一次 但这几条杜宾犬可不是乖巧的宠物狗 它们是世界上最凶猛的犬宠之一 在城市中是被禁止饲养的 即使受过专业的训练 还是难掩凶性 原本成龙有个被踢 结果拍摄第一天就被咬进医院了 没办法 成龙只能自己上 那个手捏狗嘴的镜头 拍摄时候很顺利 谁知一松口就让大哥挨了几口 怪不得成龙大哥 总结出这样的哲学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常宽娱乐会陆续更新 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希望各位看官老一订阅多多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